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謝謝 老良 來 你老實說 怎麼樣 你現在這個樣子 跟你年輕的時候差多少 完全一樣 沒有什麼改變 除了體重多25公斤之外 除了衣服的尺寸 常常服裝是幫我借很大之外 完全沒有改變 是 服裝師幫你借很大 但是借太小你不能穿 不是 這樣穿比較舒服 有什麼改變嗎 三位覺得 謝謝楊皓如 也祝你生日快樂 今天你們又要講我們男人了 對不對 說當年的帥男人到哪裡去了 對不對 為什麼現在變成偶機上 那還不是你們給的壓力 講話小心一點喔 還不是被你們氣的 真的 當年嫁給你們的時候 也是一個可愛的小公主 後來變成黃臉婆是為了什麼 今天我們就要趕快來歡迎三位 她們自己說 她們永遠保有少女心 怎麼看都像18歲很年輕 歡迎我們三位女人團代表 歡迎 嗨 大家好 你剛剛是想吐嗎 也沒有 不是 有一點害喜 害喜不好意思 來 接下來年紀輕輕就老在等 然後十一住行 坐臥 甚至推去外面曬太陽 都要別人的幫忙 歡迎我們的聯合國星 來 歡迎幾位 嗨 嗨 本來在交往時 行為舉止都帥氣爆表的她 曾幾何時這些帥氣舉動 已經蕩然無存 反變成偶機上行進了 究竟女人最受不了男人 哪些阿伯行為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強 人家都說女生的某一些動作 只要做出來之後 就瞬間會從少女變成歐巴桑 男生應該也會吧 有嗎 瞬間從 不是帥哥就是 大叔 那我們來問一下 眼睛一直都沒有睜開 沒有注意到閃亮的我的楊皓如 我現在要說我老公 你不會 你不會 還是很青春的 謝謝 我老公也是瞬間 我好討厭菜市場的那種馬路三寶 我老公現在就變成這樣 什麼意思啊 他會騎著 他會慢慢的騎著摩托車 沿路在逛菜市場 你們有看過這種人嗎 可是我跟你講 菜市場 對不對 菜市場最討厭這一種了 因為攤伴已經很擠了 人來人往很擠 他還騎個摩托車 有時候還在後面給你巴巴 對 而且他明明自己時數 就只有3 這樣 練平衡這樣 腳都可以不落地 他以為他在考駕照 對 技術都還很好 一下西瓜 西瓜 西瓜 彎進去 豬不不豬 加速下一攤 真的 危險就在這裡 為什麼我討厭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常常推娃娃車 娃娃車的高度 其實就是排氣管高度 我們每次走在攤販旁邊 那些阿伯他騎車這樣子 撈過來又轉出去 那其實對嬰兒很危險 我們在旁邊我們也是行人 你本來就已經很擠了 又被那些車 為什麼是阿伯 因為其實 而且歐巴桑很享受停下來 跟攤販聊天的樂趣 但阿伯有時候不想聊 阿伯又覺得提菜籃那些豹紋 一些花色他也不喜歡 所以阿伯最常就是這樣 慢慢騎 塑膠袋就掛在車 車把上 沿路這樣子 這條魚 這條魚 眼睛混濁 加速往前面 水煎包 水煎包可以買一下 然後就在那邊 水煎包 然後等老闆拿來 他又往前騎 所以我就會罵我老公 什麼阿伯的樣子 就是 逛太老派了 年輕人呢 是完全不怕冷 可是呢 年紀稍微大 我跟你講 就開始怕冷了 明明就很熱對不對 我們平常家裡不是要開冷氣嗎 因為一開冷氣完了之後 有時候不會馬上急速冷 所以你要開電風扇嘛 就是助涼 你知道吧 我每次只要一開那個電風扇 我們家就有一個人過去說 欸 我跟妳講 那個電風扇不能直著這樣對我吹 妳要吹 然後面對牆壁 然後讓它彈回來才行 這樣直吹 這樣我覺得我會腳痛 他會風濕嗎 對 我就說妳是 阿伯相聲嗎 因為只有我爸就這樣 凡哥他是唱跳歌手的始祖 對 他真不能吹電風扇 Why 而且 偶像不是最需要風的嗎 他在舞台上不能吹那個風了 那是偶像 那是拍照的時候 在家裡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他真不行 我是需要就是那個 洗澡之後 需要 然後呢 你們有沒有就是 在那個卡通那個 拉比小心 你有看過吧對不對 有 日本人喔 就是很傳統 就是他就是跑溫錢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起來 就是很多流汗嘛 就是吹那個冷氣 然後就是完全不穿衣服喔 然後一直這樣吹冷氣 然後一邊在這邊 然後喝牛奶 那不是廣告嗎 沒有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傳統 傳統 對 然後呢 問題是 我現在已經長大了嘛 是 所以就是 我在台灣 就是跟之前女伴一起住的時候 我希望找 一定要冷氣開這一場 然後那個 那個吹風機 電風扇 電風扇 吹風機 電風扇也是開得很強 然後在前面就是 這樣子一樣喝啤酒 吹哪裡 腳一定要這麼開 全部 我很好吹啦 這樣子 超爽 結果呢 就是那個說的女朋友說 你是阿伯喔 很老人欸 哪有 這個是我們的傳統啊 你們不懂 看不懂嗎 好像在那種 找糖浴池的前面的阿伯 好像是這樣嗎 都會這樣喔 對啊 年輕人不會吧 日本人會 真的會 那你是不是會掛一條 那個浴巾還什麼的 對啊 那幾位這樣 日本的阿伯啊 泡完溫泉之後 會不會拿吹風機這樣 吹全身 他們是說 毛巾 對 毛巾 毛巾 對 基敏在韓國做什麼樣的動作 人家會覺得你是 不知道韓國是怎樣 但是最近我每天聽到我老婆跟我說 你是很 因為我覺得我沒錯 但是我們一起去餐廳吃嘛 但是我們吃完之後 我這時候就會把那個皮帶打開 然後其實我完全不在意別人怎麼看我 就是現在重要的是我的肚子跑出來 然後放鬆 這是最重要 你有肚子啊 你可以站起來放鬆給我們看一下嗎 你看起來很瘦耶 那坐著很瘦耶 沒有啊 你還沒有吃便當 但是結婚之前真的沒有肚子 我跟你講什麼叫有肚子 來,兩個人站起來 小梁哥,扣子快爆開了 對 側面 他如果現在放鬆的話 整個放鬆 先吸氣喔 好,來,放鬆 對… 那樣 繃住了有沒有 還好,好不好 還好啊 有這麼誇張嗎 你效果做那麼足嗎 不然我們就把警行廳 當時候的宣傳海報貼在這裡,謝謝 趙哥變好多 說別人了 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像每次我們去 比如說去洗酒啊 那他去洗酒 那個吃完飯 那個服務員會問 要不要打包啊 那我們就說好啊 打包,打包 我要這個 或者是比如說跟朋友 一起去餐廳吃飯或什麼 可能點太多或什麼 然後我就說我要打包 打包 那 為什麼 因為老婆每次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子 這種是 打包啊,然後回家 就帶回家這樣子 那因為算說 因為比如說我 通常就可能不會吃這些東西 可是我 那你打包幹嘛 因為我覺得不要浪費啊 打包 是你老婆覺得你比較 熬肌上的行為 對啊,他每次都是覺得 因為他也說 因為你也不吃啊 你幹嘛要打包 打包很熬肌上嗎,會嗎 那一場 蛤 真的,尤其在喝完洗酒的時候 你就看都只有老人 會拿那個塑膠袋 然後就開始 說這個可以帶回去 真的 還帶酒啊 別桌沒有開的酒都拿走 而且 同一道菜 隔壁桌都沒什麼洞 就把它挖過來 直接倒在袋底 我突然覺得這一集好適合杜力 因為杜力一喝洗酒 他會把 比如說四五桌 都沒有喝完的紅酒 然後裝成一罐 哇塞 沒喝完裝成一罐 這蠻髒的 這個我覺得就是 可是人家又沒有碰到貧口 對啊 沒有,但是我真的這個發現 那個食物是 就是那個打包都是女生 酒是我們男生 有沒有發現 台灣都這樣喔 真的 是嗎 我終於知道原來 我是男的 來,唐媽 我說在旅館 喜歡拿很多東西回家 比方說咖啡粉 茶 洗髮水 我一直在跟 我本來的女朋友在印尼玩 我們那邊的旅館比較貴 在海邊我們走自己的房子 裡面有很多 可以拿回家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 check out的時候 我女友開始家 罵我 她說 妳幹嘛拿多東西拿回家 可以自己罵對不對 妳很想老人 所以我說 不是,我們已經付很多錢 本來覺得德國人 應該是不會幹這種事的 但她講完那一句 我們已經付了這麼多錢 突然覺得好合理喔 因為我覺得 但是這個是要看情況喔 這個也很注意喔 我有一次喔 我跟那個 就是那個時候的女朋友去日本 然後就是住在日本的飯店 然後呢 那個時候 我就是 我們就是check out嘛對不對 最後 因為那個飯店是 最後check out的時候要買單 結果本來是 差不多兩千塊台幣 結果變成 三千五百塊 為什麼 她 平箱裡面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打包回家 但是日本這個不能帶回去啊 就是要 平箱裡面的東西要付錢 他把迷迷放的東西帶走就對了 有的可以拿 有的不能拿 像拖鞋有的可以拿 有的不能拿 蓮蓬頭 蓮蓬頭 誰拿 蓮蓬頭 蓮蓬頭不可以拿 還沒講完 對 有人拿過 電視遙控器 有人拿過吹風機的 對 對 那個東西都是不能拿 吹風機有的很聰明 他電線 電線接在牆壁上 對 我其實看過最誇張的那個 我上次在餐廳啊 他把那個 人家的牙籤倒出來 拿牙籤 他要拿牙籤走啊 阿伯啊 他就人家牙籤倒出來 然後放一張衛生紙在那邊 哇 倒了一把出來 然後放起來放一口袋 我是真沒有看過有一些 年紀比較大的伯伯 他們會背一個購物袋 然後他們就會進去 比較是公共場所的廁所 出來之後 那個購物袋就變滿的 蓬蓬的 因為他們把那個 捲筒的衛生紙 他要施肥 不是 他把 因為有一些地方它是很公眾 就是比如說像飯店 他會把捲筒衛生紙 一捆一捆放在那兒 他就是放到他的購物袋 滿了之後然後走出去 那下一個上廁所的人怎麼辦 他是拿那種UBI的 他拿UBI的 可是我還是有看過在那本 比如說吃到飽的收拾燒那種 日本 沒有 在台灣 在台灣那種吃到飽的收拾燒嗎 然後就是不會有雞蛋嗎 就是雞蛋可以就是蘸肉啊那些嗎 然後有人是就把 然後保持維持吃飯 擠包包 就是連雞蛋都要帶一種 很違法啊 這是合法 應該是違法吧 有一種人是 他躺著看電視 然後看... 然後他也不關喔 他就這樣 睡著了 那你想要睡著了對不對 就幫他把電視關的時候 他就信了 我看電視就是睡著一半 然後就是說 我女朋友是幫我改伯伯 就是他管掉我會生氣耶 但是應該的啊 我的爸爸也是啊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我之前的一個女朋友 覺得我是一個老人家 因為呢 我很喜歡 不是 我很喜歡看那個前幾比賽 或許是說那個UFC的比賽嘛 然後就是我開始看的時候 就會說 啊 這個選手喔 這個做得還不錯 欸 你看 走假 你看吧 我就說吧 我隨隨唸了一個小時 然後就是打完比賽的時候 你看吧 你覺得這樣 他跟我講說 你都是看電視聊天 我沒在聽 對著電視講話 這真的是老人才會 你知道 我有一次我回家以後 就是我還沒有進那個客廳 我聽到很大的聲音 我以為我們家來了客人 你知道嗎 就我一打開之後 我老公跟電視機 就他對著電視機 在看政論節目 然後自己問自己答 跟電視上的名嘴對話 他以為他聽得到 發生什麼事 對 他就說 對不對 是不是 我早就跟你說了 然後我一進來 他就問我說 你有沒有看今天 你有沒有看今天新聞 我才剛進來我怎麼會看 對啊 平常只有我爸才會這樣 我們應該要問一下 這裡年紀最小的 老梁啊 你看電視的時候會跟誰對談 我不會對談 我只是就是會像你講的那樣 就說看著回去 就看著看著就睡著了 就一起來 怎麼三點了 但是沒有人來管我 好可憐喔 這個連自己關電視的人都沒有 睡醒了三點嘛 對不對 想說有點尿脹 就去廁所 就廁所燈一打開說 欸 就會想說 對...我是要來尿尿 就是有的時候你起身了 你就會忘記說你要去哪裡 你真的要吃點陰性 濕劑嗎 沒有 壓力 其實有的時候是你們給我們的壓力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要睡在客廳呢 是不是 有的時候想說 雖然有電視的聲音 可是還是比較安靜 就是逃避嘛 這就是逃避啊 後來都不喜歡待在家裡面的 其實我現在已經開始有 跟小楊哥一樣的狀況了 是不是 你知道你忙完了一整天之後 你幫忙家裡打掃 洗碗 丟垃圾 這些都做完了 好不容易老婆要哄小孩睡覺了 現在是我們的時間了 是 拿一個啤酒來坐在電視前面 正準備要看個什麼片 或是看個什麼 不是啦 那是電影啦 對 電影台 電影台 對 電影版 結果轉還開始開播沒多久 就開始有點這樣 眼睛就閉上 早上就真的睡在沙發上 而且那瓶酒喝點頭 也是沒有人管你啊 因為他也 我老婆也不想管我了 因為他哄小孩就好啦 一部電影喔 最多一兩個小時 我可以 因為每次不要看前面10分鐘 睡著了嘛對不對 明天回去他說 這一部一定要把它看完對不對 還滿好看 對 影評也很高 然後跳… 轉到10分鐘以後看… 20分鐘之後 可是我覺得啊 你看了6次才把那一部看完 就是那種MOD的有沒有 你一按下去不是可以看3天有沒有 因為李先生現在也鑑於這種年紀 就是 他每天晚上回家 然後他就會 不好意思喔 就我不知道結了婚的男人 他就只剩一件四腳褲 然後就躺在那個 半躺在沙發上 然後就是跟你們一樣 開了一瓶啤酒 然後就坐在那邊 然後我就覺得他眼皮已經很重 我說你要不要直接繼續睡 沒有 我跟你講我今天一定要把這部片看完 我說不要 你一旦睡著你很難叫 我不會睡著 我真的不會 我說那如果你今天沒有要把它看完呢 因為我每天都看你看同一段 你要看多久才看得完 沒有 我今天真的 我就是要研究那個人的演技不行嗎 對啊 我們要回放一些來仔細研究 我跟你講 他就是坐著 我真的我今天一定會把它看完 五分鐘之後 你準備跟他講話一轉過去 他已經這樣 到底在嘴硬什麼嘛 這個陣頭已經跟我的那個外公一樣 我外公90歲了你知道嗎 我外公就是大家在打麻 外公一部片看幾次 沒有 是大家在打麻將的時候 他明明在旁邊覺得我們打很慢 叫他去睡他不睡 但他明明就睡著了 無所 為什麼會打三所 是無所 好有猜疑感 我們打什麼他都知道 他明明在旁邊 這真的很厲害 打錯了還可以起來糾正 他怎麼不去澳門賭博 還會算牌 眼睛閉著還可以算牌 所以你們是靈魂出竅 重點是不是 男人真的結了婚有了小孩 就都有一樣的症狀 馬丁你 承認吧 好啦好啦 因為會 對啊 因為像你們說的一樣 每一部會看了好幾次 就是因為你睡著了 你還是會需要看前面一點 所以你永遠就是看同一段的 你一下嘛 我覺得很煩你知道嗎 永遠看不完的一部電影 金米摘你呢 你結了婚做也這樣子嗎 其實我不是這樣 就是我老婆就不喜歡我在看什麼 譬如說最近我很喜歡看 像氣 韓國有比賽 我現在才知道 為什麼老人很喜歡用 很喜歡玩像氣 為什麼 因為那個玩像氣 眼睛不會痛啊 不用膚淺啊 而且我們要用頭腦 所以可能感覺 我是變成很聰明的感覺 你知道就是公園裡面 會有很多老人家在那邊下像氣嗎 所以你們台中人 很喜歡去青梅公園 因為那裡有很多狗狗 很多好吃的餐廳 青梅公園 對 但是我去青梅公園 因為像氣 那裡很多爺爺 他們都會玩 我站起來那裡 可以看一兩個小時 都很喜歡最近 是不是覺得在那裡看 比在家裡好 對 金梅齋 那他們在看像氣的時候 都會泡茶你也會嗎 泡茶什麼意思 就是一邊喝茶這樣 老人茶 自嘆不如味 老人茶 我老公是酒 什麼酒 我老公是愛喝酒 他現在就覺得說 既然喝酒不健康 那我就 自己泡 他還真的泡藥酒 他就是 因為我們買不到蜈蚣蛇嘛 所以他會去中藥店 可能是騎著他的摩托車吧 十數三 對 十數三的 他會在中藥店 他會去買人參 買薑片 他會自己回來泡藥酒 我東東也是泡人參酒 這個是老兵才做的事 你知道嗎 我老公就覺得這樣子喝 我才會延年異壽 身強之壯 你知道連我朋友 他們出外景 因為我有很多幕後朋友 他們是做那個外景節目的 他們出差到墨西哥拍外景 我老公都叫他們帶當地的藥酒 墨西哥當地的藥酒裡面是 會泡蟲的 泡蟲一小罐一小罐 墨西哥人是隨身放在身邊 是隨身瓶 這很OK啊 我老公就喝藥 對啊 藥酒裡面也會放 都是泡這個啊 可是這個藥酒 就讓我覺得 就是很像我外公 領戰士受甜症這一種 妳要多關心妳老公了 我覺得 因為要嘛就是 他開始關節出了一些問題 要嘛就是他可能有一些 你知道嗎 走不走的問題 他沒有 所以妳要注意 或者是起摩車在吹油的時候 手不能動了 男人喝藥酒是不是因為 壓不起來 有一些是 然後有一些是金骨問題 人家才剛生弟弟還是妹妹 對啊 只是說有時候輪胎壓過去 他沒有感覺 天啊 那是怎麼啦 好 還有一些習慣是我們比較不知道的 我們平常吃東西會覺得 替牙很重要嗎 可是我一個男朋友 他真的非常奇怪 有一次我們吃完飯 然後騎車 結果他等紅綠燈騎一騎之後 停下來又說不行 我現在真的受不了了 然後從包包拿出一根牙線棒 他就在馬路旁邊開始剃牙 戴著安全帽 然後車子還沒熄火 就在馬路旁邊剃牙 真的 我發覺要有牙線 卡了一大塊沒辦法不及嘛 可是在那旁邊很尷尬 因為這一路騎車都在那邊這樣 受不了了啊 對啊 這很可怕 旁邊經過 等紅燈的阿嬤一直用奇怪的眼神 看我們很丟臉耶 你們在講完說 阿嬤 歐吉桑都喜歡剃牙的時候 這個人都沒講話 他最愛剃牙了 請問你一根用幾次 幾次喔 看行情啊 一天用幾根 有的時候用一次喔 放在桌上 想說才用一次而已 我怎麼要丟掉 對 我只有用餡 我另外那邊煎的還沒用到耶 對 而且那個餡 餡還很硬 還很挺 又不是抛下去的時候 對啊 都還沒 歐吉桑 歐吉桑 其實我覺得台灣人 他們的踢牙很禮貌 我覺得美國人很不禮貌 台灣人他們都是這樣子 對啊 對不對 但是在美國他們不是這樣子 他們就會這樣子 用手啊 真的啊 不是說真的 我有看過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男生們 剃多牙齒這樣 他不是聞 他是拿起來看一看 喔 喔 高麗菜 除了這個還有一點我老公也會 我老公 我現在已經重聽了 講什麼都聽不到 你跟他一句話 他講 你講人在旁邊說 你看你的分貝有多大 沒有喔 我的分貝已經這麼大 他也聽不到 那是不是真的要去檢查了 這個就要問一下瑪丁 瑪丁會告訴你一個正確的答案是什麼 他有耳屎 他有耳屎 對 耳屎 他說因為台灣潮濕 耳屎容易塞住耳朵 可是我覺得那個耳屎有分 就是說 他就說老婆講的時候是聽不到的 別人講的時候都聽得到 欸 好奇怪 他就是一種過濾一樣 什麼可以聽進去 老婆的不能聽這樣 他聽得到之前 你已經大概講了八遍了 妹妹今天好像身體有點行行 嗯 妹妹現在身體有點行行是發燒嗎 嗯 什麼 已經講了 你已經先講了大概八遍 他沒有聽到 最後才說 行行什麼 誰 哥哥 妹妹 走趴 隔天早上起來說 妹妹真的發燒了38.5 要帶去看病 妹妹發燒了 哪裡不舒服 昨天不就行行了嗎 裝作沒這回事 你知道嗎 到底想講什麼不便 妳自己行行 那就睡吧 妳看妳當爸爸 男生們請問一下 你們是真的聽不到 還是假裝聽不到 是真的聽不到的話請舉圈 不是的請舉插 真的聽不到 聽不到 聽不到 所以你是假裝聽不到 對喔 真的守不了女生們 真的 來 金敏哉 對不起 請好好說 你是受不了女生 還是受不了你老婆 兩個都是 兩個都是 而你的生活中 還會接觸到其他女生啊 對 因為女生都是這樣 比如說 我們要去旅行的 我們要去國外 出去玩的時候 我覺得男生先看 什麼時候要去的 然後看哪個地方要去的 但是我女生們 或者是我老婆 都是先看那個機票 如果去日本的機票便宜的話 OK 我們去日本 其實我不想去 但是她說 因為機票便宜 所以要去 因為我覺得 女生都是這樣子 我知道 所以我們常常在家裡 她叫我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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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機票 我就馬上進去那個車廂裡面 然後把門關起來 我要大便了 等一下說 等一下說 怎樣 其實對我來說 家裡就是我的避難所 對 所以可能在壓 在外面有很多壓力 可能在工作上有很多壓力 所以我回到家 我就想好好的放鬆 就發達一下 不行嗎 OK 我是說真的 對 所以如果我聽到我老婆 我就會加裝我不太聽到了 因為我想 我想放空在我自己的環境 安卓 我想要請問一下 你老婆講什麼的時候 你會故意裝作沒聽到 她可能 比如說週末的時候 她會說 寶貝 你今晚想吃什麼 然後她可能講了十八次之後 她可能快沒有耐心 然後說 你到底要吃什麼 我說 然後我就終於想起來 十八次很久耶 太過分了 不是 十八次如果我是你老婆 我應該會拿刀把你給砍了 對啊 不是 我們是男人真的 有時候是專注在做 某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是沒有辦法分心 所以你會聽不到老婆講話 像我老婆就常會這樣 我會 比如說我在忙什麼事情忙一忙 我突然老婆就講一句話說 我剛剛講了什麼 她突然冒出一句這個 她跑來我面前突然冒出一句 我剛剛講了什麼 我說 你剛剛有講話嗎 不是 因為我真的在忙 所以我聽不到她講話 尤其是有時候她會講說 比如說 那個 那個 老公啊 放空 就沒聽到 就不清 不清 男生 貓殺清一下 請問一下男生忙什麼的時候 會忙到完全聽不到 另外一半講話呢 不管是在講什麼 是因為男生沒辦法分心 像你們 因為你們 好 如果 很簡單 講電話 男生什麼講電話呢 就講電話 講電話 女生呢 妳要邊這邊啊 邊那邊 然後弄這個什麼手啊 或什麼 忙東西 你們就是可以做很多東西 我們將電話就是 就掌電話嘛 因為我們是真的不能分心 所以我們也不會聽到啊 像天幾天而已啊 我 我就是老婆她在煎那個煎餅 她在做煎餅 然後我 我在看夢多的直播 然後 然後我就是在那邊 然後看啊 然後跟她聊天 然後就這樣在直播啊 然後留言 然後什麼的 然後我老婆就 就是她 她好像就是撿到一半了 然後她就 不知道該怎麼撿 然後就一直就撿壞了 然後燒焦了 然後什麼的 然後她一直就叫我要出來幫忙啊 她什麼的 那我就沒有 我真的是沒有聽到啊 然後就是她直播完了啊 我就說出來 欸 你這個煎餅是發生什麼事喔 她就很大聲就一直要罵我說什麼 欸 都聽不到啊 我把整個那個房子都燒起來 妳就不會聽到喔什麼的 卡丁 如果你在跟夢多直播的時候 在外面煎煎餅的是一個正妹呢 不是你老婆 你會聽得到嗎 聲音是聽不到的吧 我的焦點在夢多身上 如果外面是正妹的話 連我的直播都不會看啦 就沒有她的直播啦 我懂了 如果外面在煎煎餅的是正妹的話 她根本就不會拿手機 沒錯 她根本不會去看直播 通常在家裡就會打一些作業 還是工作的時候 就完全不會聽到旁邊的事情 就旁無所謂屋 然後女朋友會問我一些問題 就欸 你現在可以去倒垃圾了嗎 還是你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我完全聽不到 我很專心嘛 不是我的錯 不是我沒聽 是我完全沒聽到 真的沒聽到 我覺得你現在問題不是沒聽到 而且你沒看到 因為我剛剛已經這樣子 大概十五秒鐘了 你還是這樣吃進去 所以你眼睛應該有一點問題哦 我有閃光 我在家裡很認真演出 我的女友在我的旁邊看到 她在玩她的手機 她在一直問我 我們要一起看電影 去電影院看電影 我在網路上買票好不好 可是我那時候 根本不再聽她說的話 我就隨便回答 好 可以 結果一個小時以後 她就說 寶貝 我們要走吧 我說 蛤 為什麼 走哪裡 然後我發現 我們要去看電影 所以男生是一種 很習慣性的亂回答嗎 好 夢多你也會嗎 因為這裡面你年紀最大 不用強調這個 還有阿布好不好 不是 唯一能強調大的 應該只有這個了 不是啦 我是自己覺得啦 就是因為我是真的 不是故意的真的沒聽到 這不是不好的事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當作是女伴 她是跟 空氣 空氣 對啊 所以她講話我太習慣了 所以她講話 我從左邊的耳朵進去 右邊出來 而且問題是 女生就是講話的內容 就是沒有內容嗎 是真的啦 就是比較就是沒有重點 然後重複重複重複重很多東西 男生在跟女生講話的時候 通常就是比如說她在房間裡 我就會到房間 寶貝 怎麼樣 可是女生不是 女生是在房間裡對著外面 寶貝 對 有沒有發現這一點 對 而且她自己坐在房間裡面 媽媽誰聽不到 我怎麼知道 妳是在跟小孩講話 才跟我講話 對啊 說得好 是不是有發現這一點 我今天更確定的一件事情 你是 對方是女的 怎麼會這樣 你都在跟安娜貝爾講話 不是 我不管跟她說什麼 她都沒有回答 我就說 那你有聽到我講話嗎 她說我剛好回答你這樣 但是 先看得到 可是我眼睛如果有看著你 我才會知道 可是現在沒有啊 對 然後就 喔 可是你們生氣知道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有這個行為 我覺得很奇怪 你有什麼樣的行為 就是說 我身體完全不會算痛或什麼 可是我每次就是動作啊 而不是說站起來啊 坐下啦 活動一下 我都會就是 你會耶 你的笑好多 有影述值 尤其是剛剛那個動作 因為剛剛畫面看不到 他站起來的時候手會撐著 不是 這個動作 好吃力喔 因為不是 請問一下男人 有沒有一件事情會這樣 因為最近李先生很嚴重喔 每天晚上到了8點 他就開始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好累喔 我好想睡覺喔 那個時間點是正常的 不知道為什麼 好想睡覺喔 好累喔 正常 因為6 7點吃飽飯 吃飽啊 肚飽眼皮他就鬆了 你知道嗎 就會一直撐 撐到8點 就會覺得很想睡 每天都會有這段時間 下午的兩三點啊 也會 跟晚上7 8點啊 就是會想睡覺啊 那是這個年紀大才會這樣子 以前哪有會 吃完 吃飽飯還很精神 現在只要吃一點東西 晚上就說秒睡 我老婆嗎 之前我們 我們結婚之前 去有一個那個什麼 吃到飽的餐廳 那時候他跟我說 那個寶貝 這個店很喜歡 很好吃那個甜甜的 甜甜的那個麵包很好吃 你要吃多一點 但是呢 大概一個 不到一個月吧 我們去同一家 進去那個 同一家一樣 對 同一個那個 對 同一家那個吃到飽的餐廳 餐廳 對 你是不是覺得 好意思啊 你覺得眼皮有一點鬆對不對 他剛才有一個OS是說 我剛剛要說什麼 對不對 我剛剛要說什麼 對 我們這樣聽得也很累 是不是覺得 好累 對喔 好累 好累 他剛剛三進三出耶 為什麼講一講脖子就酸 對啊 好累喔 所以我 我想 我想 我想聽 我想聽 對 我想看他會不會記得 那個 這一間麵包跟甜甜很好吃 因為我記得嘛 但是他結婚就完全變 歐巴桑 因為他跟我說 老公 這個點 一個人一千塊 所以你一定要吃 多吃一點 一定要多吃一千塊喔 而且 最近海鮮跟芒果很貴 你要吃多一點 對 我覺得 有一點難過耶 為什麼我的那個 老公變成 老婆變成這樣 老婆變成這樣耶 有一點 你是不是很累 所以語無倫次 到底知道自己在九層嗎 馬丁你覺得你結完婚之後 你覺得你比較歐基上 還是你老婆比較會變成歐巴桑 不好講是不是 對啊 不好講 因為之前 好啦 還沒有結婚 還沒有生小孩之前 在家裡都會穿那種 很性感的睡衣 然後頭髮都會整齊 漂漂亮亮的這樣子吧 現在就生小孩 就每天都是穿那些 就是不要的衣服嘛 就是 那種可能太大件 脫掉了 好看的 然後就 就這樣子 有線頭 然後頭髮都會有那種 那種那個什麼 哈巴加 哈巴加 然後就頭髮就轉一圈 然後往上 然後就加上這樣子的 然後有一次 我在轉電視 然後看到那種八點檔 然後裡面就是那種 很老的 歐巴桑的那種美髮的 那種美容家 然後他就是那種 那種美容的髮型 然後我就 你看你就跟這個 歐巴桑一樣嘛 然後他就很生氣 不是啦 這個是很好看 很流行 很什麼的 很方便 那後來我們就是去那種 專從財市場 那邊也是會看一大堆 就是那種歐巴桑 然後他們就是一樣 就是把它偷翻 然後就這樣往上 然後哈巴加就刮在這邊 可是我都不敢說 我也會用那個黏瀏海的那種 一片的那種黏的嘛 然後我家裡也大概有八個十個 就很多 所以我把他上刀垃圾會黏的 魔鬼氈 但是每次黏一黏以後也都不見 後來我老公去上班都黏在那裡 他那個會黏毛料啦 不是 就算了 我跟你講 我有一次出門啦 人家說 翔哥你身上這麼多毛毛蟲 就一拿 不是 各位觀眾 亂丟 各位朋友 亂丟 妳錯了 今天我們這一集播完之後 到底是人還想結婚的 跟妳講